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29日 傍晚的6点22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上下车步行街 我们可以看到起起起起客的步行街 逛街的人的话没多少吧 看到没 相对来说 少了 跟北京路没得比吧 如果是傍晚6点钟的北京路已经人山人海了 又加上也差不多放这个国庆假期了 按道理来说 逛街的人应该会比平时多很多才对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跟平常差不多 但是可以看到上下酒挂起了国旗 挺有一些国庆的氛围的 好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这边的街头现状 前方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陈家池 这边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沙面 这三个景点啊 也是很多游客来到广州旅游 必惯的吧 这个现状不太像快放假的状态 在以前的话快放假的时候啊 上下酒啊已经人山人海了 现在很多游客来广州旅游的话 好像都不喜欢灌这个上下酒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都去灌这个北京路 没关系 你会看到这边的东西 我会看到了 那边再开到小火 那边吃了 然后再开门 那边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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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吃了 那边吃了 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挺多人的 因为在前方那里 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华林寺站 也是很多人想来上下酒的时候 必到达的一个地铁站 除了这一个 在前方那里有一个长寿路站 在那里有一个文化公园站 不过在以前的话 很多人想来上下酒 都是在这个长寿路站下车的 杂窗 甘蔗汁 现在路上还不是很多人吧 等到1号那一天 广州的每街每线都会人山人海 尤其是广州的立湾区 因为广州大部分的景点 都是集中在广州的立湾区的 要不就是越秀区 因为立湾区从古到京都是广州的市区 所以的话这里 有着很多一些文化遗产跟历史遗址 前方再修路 前方再修路 不知道国庆假期大家是回家呢还是来广州玩呢 不知道国庆假期大家是回家呢还是来广州玩呢 每一年的国庆啊 广州都是一个十分热门的旅游城市 如果打算来广州玩的话 我觉得要做好攻略 酒店要提前订好吧 如果不提前订好的话 到了国庆假期啊 会涨价的 还有就是有些景点的话 要提早预约的 所以说难得来一次广州旅游 要做好攻略啊 这样的话才能玩得开心 玩得愉快 因为现在很多北方城市啊 都变凉了 可以来广东 再过一次这个夏天啊 先发一个地铁站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华林市站 我们来观察这一边吧 外国人 这个样子有点像印度人 也有点像巴铁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挺多人的 这些都是你打工人的 因为现在也到了下班的高峰期 外国人 住上车多人多的 这里的话也是广州老城区 十分富有烟火味的一个地方吧 因为在左边的话就是一个小区 可以这么说 大家观一下一些南 看着挺不错的 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都是一些老房子 这些房子再过去的话 成为世光大雾啊 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十分的老秀 但是在过去也不是水都能住的 观察这一边 看到没有 可以看到这里的烟火味啊 还是挺不错的 母菜 我们看一下水果价格 火龙果 十元三个 四瓜三块一斤 四块一斤 甘蔗 两块五 鲜瓜六块 五四五块 红翠柳八块 可以看到这个水果价格啊 也没有特别的贵吧 肉质六块一个 西瓜六块一斤 这些海鲜鲍鲍鱼八块一个 鲜椒 两块八 三块五 我比较喜欢逛菜市场吧 无论在广州 还是我去别的城市旅游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菜市场啊 这就能反映这些城市的 戏景文化的 现在时间有点晚了 如果是下午 四五点的时候啊 这里很热闹的 现在都是晚上的 差不多七点钟了 如果现在煮饭的话 煮好都晚上八点钟了 有点晚了 茄子三块五 洋葱两块五 生菜四块 土豆三块 这个菜价还可以吧 不过我在网上看到网友说 很多城市的菜价暴涨 我觉得这个菜价涨吗 不是挺正常的吗 看到没有 好便宜啊 苦瓜四块 虎瓜四块 虎瓜一块五 生菜三块五 看到没 多便宜的菜价 比很多城市的菜价还要便宜 前方乳鹅 四十块一斤 四十块一斤 八块一盒 八块一盒 还可以吧 因为鹅本来就贵 空心菜三块五 空心菜三块五 好了 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下个视频 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